想买iPhone16 我劝你千万别发这个冤枉钱 换做以前你要是问小杨 现在是等16还是15呢 我的建议肯定让你等新款 但是这一次100%可以确定 16不会有大的动作 甚至比13 14这两代的差距还要更小 首先iPhone16可能会搭载LG7 Pro的处理器 但很可惜它是不支持AI功能的 因为本地AI对于运存至少是8GB起步 而我们知道 苹果11到苹果14 整整隔了4代才更新了一次运存 所以今年的16肯定还是6GB 那么肯定就与AI无缘了 这一来你们想体验AI就得等16Pro系列 那么预算有限的兄弟们也完全不用担心 像目前这种超薄方案的 这个是15PM 188G亮机在咱们家55张左右 而小Pro同样46张可以入手 这两款的话同样是支持本地AI的 其次从手机芯片的角度出发 现在处于一个瓶颈期 已经无限逼近硅基芯片的物理极限 那么你猜猜为什么苹果它要造头显 为什么小米要造汽车 因为本质上手机已经玩不出什么花火了 所以今年的iPhone16和15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除非你是iPhone12之前的用户 否则小杨不建议你入手iPhone16